现在是凌晨4点半 我们两个包都准备好了 前辈在打车一直打不到车 7点钟的飞机 我与您在打车 反正我刚刚已经打了两次了 就一直就没有司机愿意接单 可能现在这个时间 没车吧 没车 然后刚不是过完年吗 就可能大家还在休息 万一打不到车怎么办 有没有 就是备案 还好我们已经打到车了 还好有人接单 5点的机制也可以了 上早班的人 大众的 上车我要好好睡一下 到机场了 姐妹我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困 想睡一大觉 每次顺序都是在最偏的围子 起飞 到了 外面阳光明媚 睡得我累死了 腰酸飞虫的睡得我 到了到了到了 两个多月没见了 你看我的鱼瓜还竖着呢 其实我走之前我刚洗过车的 因为上面那个灰 你看上面这个灰 你怎么到哪里都要花个爱心 无不无聊 完了 我车钥匙没拿 你车钥匙在包里的 你怎么知道 我像吓吓你的 我早就发现了 你就放在那里的 你又没拿出来过 没电 不会车钥匙没电吧 机械 机械应该也是正驾驶去 怎么开的 有电吗 你试试看 我感觉这个好灰 看都看不见 试一下 电瓶没电 那怎么办 保险应该是可以找救援的 那你打个保险吧 我的天哪 你看看 炸成这样子 我的位置里面不都湿了 你看 周大学都冻裂了 可能直接冻了 它没有湿掉吧 好 一直都没有融化过 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电话 但是救援的情况 以及价格什么的 你都是需要自己跟人家谈的 我们是不做参与的 他说只有小车才有那种免费救援的服务 我们这种 为什么没有呢 都同样交了保险 这是想出局四倍的大便是吧 对对对 是 四倍的话还是这样子的 实在不好 现在接单保和了 四倍目前没有接单了 因为师傅是跟两个电话都保不过来 你刚才要不联系 他作业上帮你解决一下可以吗 行 那我自己找一下 好谢谢 这人50 50是吧 然后我车是2.0T柴油的 房车2.0T柴油的 大不了 那个大不了 不枪 那行 你好 你这边能给汽车搭电吗 我是2.0T柴油车 是一辆房车 上汽大通的 你是12伏吧 什么 你是12伏吧 12伏 对 12伏还是20伏 12伏 12伏 照好了 然后是100块钱来搭一下 之前问的那个是50块钱 他一听说是柴油就不来了 柴油车就不来了 我们先把垃圾给整理一下吧 你找一个袋子 有些东西感觉都发霉了 你看这些番薯啊 什么都发霉了 还好它冻住了 不然的话 我这个都吸掉了 咖啡也冻住了 你帮我 冰咖啡了 这已经冰冻咖啡了 前面一会就开始先打扫 我们今天的两套垃圾了 都是一些吃的 就是过期了 有些是被冻坏了 你把这个窗帘拿下来 前面 这会起码黑的 你怎么扫 现在阳光还是很好的 对 没有想象到那么冷 冬北 现在冷过头了 12月份 1月份冷 但是我们那里好像 现在开始有点冷 我们家安吉都大雪 大暴雪 说说半个小时 已经一个小时冷了还没了 我们都快等着睡着了 因为昨天本来就没怎么睡 就飞机上灭了一会儿 前半 前半 哎呦我这里只字还是有点冷 哈哈 我脚底下 你可以坐到副驾驶 然后可以晒太阳的 是太阳正好可以晒进来的 明天我带你去那个冰雪大世界玩怎么样 可以啊 哪边呢 长春 长春比那个哈尔滨的那个要大很多很多 听说是 我没有玩过 嗯 我也我也没去过 应该挺好玩的 然后我在想要不我们那个长白山的雪先不去滑 我们再先去哈尔滨那边玩玩 然后等我们回城的时候再去那个长白山 因为现在长白山那边住宿实在太贵了 你看我这个房东业 房东业不够 然后感觉还有在漏 外面这一圈 到的时候没到 开始搭电了 我这玻璃球格是零下三十五度的 不可能动作了 打着了吗 刮干净 哎呦干净 重新做人了是吧 嗯 我们让它启动个十分钟 然后再开车吧 我们先找了一个地方停车 然后把手机里面的视频先烤到一盘里 你待会马上把它剪出来吧 嗯 我们把今天的流水账视频给更一下 接下来就保持每天更新 对 每天更两次 对 对啊 休息也休息很久的确实 嗯 别透了这么久都懒了 是吧 嗯 然后我把这个 移动WiFi给它再包一下月 这个其实 有点鸡肋 但是又不得不用它 挺烦的 是这样 我先给它充电吧